字幕作词 李宗盛 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很开心 因为桌面上有三只新速速的Austrian Audio Headphone 有65、60和25BT 25BT兼用藍芽功能 我们今集就会谈到25BT 现在打开盒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他们的红色魔术贴 这个红色魔术贴给大家看一下 是有Austrian Audio的Logo 打开盒就看到有一个收纳包 看到耳机 它里面有两只很大的英文字 LR我最喜欢这些 线方面都很大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线 有一条Type-C去Type-C 就是可以充电用的 另外这条线就比较特别 是一条Type-C去3.5的线 外面比较少见 告诉你这个25BT是可以插着这条线 加上它这个附送的6.3 adapter 其实可以当它是6.3大 headphone用的 既然开箱了 试听之前我们讲讲25BT的规格 Austrian Audio HIX25BT产品规格 频率响应由12Hz到24kHz 单元是44mm的大动圈单元 灵敏度有113dB 左矿是25Ω 使用时间充满电是可以用30个小时 蓝牙版本是蓝牙5.0 面板上面支援Touch Control 里面有一条1.4米的Type-C去3.5线 还有一条1.2米的USB Type-C线 配件方面有一个3.5-6.3的转插 也有Type-C去USB-A的转插 给你可以插电脑使用 电池方面是内置锂电池的 耳机重量是270g 现在就可以试一下这个25BT的声音 最近很少试这个蓝牙的 headphone Earphone就试得多了 下面那里有个按键 就开关 就是很简单你见到的适用 又是开了之后 蓝牙那盏灯斩一下斩一下 接着你就配对 为了带得贴耳一点 我先脱下眼镜 都不差得很远 配戴感都挺舒适的 因为它那个椭圆形的位置 是完全吸了我整只耳朵 又不算太大 是刚刚好吸住 那麦物理隔音都OK 而它那个表面的物料 都挺舒适 好接驳电话听一下 那很简单 你会在你的电话蓝牙装置 那里见到25BT的名字 接通了之后 一样会有一下connected的声音 刚刚接驳蓝牙听了几首歌 初头听第一首歌的时候 觉得声音有点硬 就是因为全身刚刚拆出来 去到第三四首歌 就觉得开始生了一点 没那么硬 另外就是原来在电话里 都需要按到几大声 差不多去到90%左右才够声 而音色上来说 在刚刚的试听里面 觉得三频比较平均 又没什么阴影 所以分析力其实都不错 很多细节位你都会听到 刚才我听着歌的时候 就在试试试试试什么呢 其实因为它旁边有个 touch control的东西 譬如你试试一下 它就是pause或者play 你试试两下就是跳歌 我觉得摸下去也挺方便 比平时用Earphone 因为Earphone的范围小 这个差不多整条坑 你只要试试中了 touch control就会生效 刚才开箱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条线很特别 是Type-C去3.5 因为这部机除了蓝牙使用之外 你也可以插线用 我现在想试试插线用的效果是怎么样 很简单 把Type-C线插到下面的Type-C 充电口就可以了 试试完插线试听之后 发觉原来刚才蓝牙的播放表现 和插线的播放表现非常接近 即是说蓝牙传书和调音方面 其实都做得非常不错 买得这个耳机的朋友 我都会建议大家 大部分时间 尽量都是享受蓝牙播放 到你真的很大头虾 忘了充电 没有电 但又一定要用的时候 才拿一条线出来接驳它 到最后 当然有朋友问 这个25BT的价钱是多少钱 除了蓝牙的表现非常不错之外 它的定价也是一大卖点 它的定价只不过是988元 是一只1000元以下的蓝牙 headphone 而且它的外形和它同系的 headphone 外形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用这么入门的价钱 尝试一下Austrian Audio 那种 monitor 的调音 而蓝牙使用也方便你的话 这支HIX25BT是值得留意的